说到不少家长、小朋友喜爱的高通通公仔 之前在中央公园展出5天就创下10万人的观赏记录 而现在400只的高通通将在这个周末转至大树区的旧铁桥下 做最后两天的展出 请民众赶紧把握机会一睹高通通的迷人魅力 草地上一整片不论是坐着躺着的 共有5个造型多达400只的高通通公仔 让人看了都只呼卡哇伊 对啊 因为他长得很可爱 然后带孩子来看 绝对是因为有孩子 很开心很像之前熊猫的快闪那一种 新的农业代言人高通通公仔大受欢迎 不仅长得可爱 每个造型中都代表不同农业体验的喜悦 也变成小朋友们户外教学热爱的景点之一 高通通是干什么的 他在做什么 看的 是看的吗 是 白贝再想想看除了看之外还有什么 今天带小朋友来看那个高通通的 因为他好像头上都有水果嘛 对 那可以介绍孩子那个 现在他那个头上是什么水果的 还有一些他的表情啊喜悦啊那些的 今天看到高通通你觉得心情怎么样 喜不喜欢 很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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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喜欢吗 农业局表示高通通公仔 有农夫厨师超人以及两款旅游 共五种造型 分别代表着农业生产健康食材 行农返乡 以及对农村生活的喜悦 除了这些富含的意义之外 也带来相当大的观光效益 我们特别用我们五种不同意向的一个高通通公仔 来凸显高王市在推动荣业政策的方向 代表荣业人乐天之命的那种凸显出来 他们那种喜业的一个心情的公仔 那么我们希望带着高通通走入农村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们走入农村 将他们的喜业传达给你们 目前这些可爱的高通通公仔 都将全数移置到大树区的旧铁桥下 配合7月12、13号 浴和包啤酒节做最后两天的展示 而之后的展出地点与时间 农业局则表示尚未规划 所以喜欢高通通的朋友们 可要好好把握最后与高通通见面的机会 港独新闻张昊欣许富天采访报导